大家好,我是西班牙明哥 我从马德里到西安 再到齐齐哈尔 已经回来快20天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咱跟在马德里的华侨们说一下 一些旅行社和当地的医疗机构串统起来 把你们的核酸检测报告做成阳性 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们重新退票 去赚取其中的30%到40%的这个退票费 一些人感觉不对劲 我怎么能有这种情况呢 马上到另外一家机构去做核酸检测 结果是阴性 然后去正常的登机了 这种事情发生了 说明什么 说明有一些不良的中国商家旅行社 再和当地的一些西班牙的医疗机构 串通起来搞事儿 大使馆已经取消了两家 现在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现在是非常时期 都不容易 都很难 我希望那几家旅行社啊 悬崖勒马 太恶心了啊 这事干的